大家好 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帖 2.5版强度调整 凌莎既自曝光 流营玩法全新体验 崩坏辛雄铁道 非消延期 凌莎相关消息整理 最近 辛雄铁道在论坛上发布了 关于后续版本中大量新卫星角色的消息 这一举动可以直接将玩家的热度 转移到即将推出的后续版本上 目前已有不少角色的实力表现不俗 但缺乏合适的队友 在2.3前瞻直播中 我们已经预览了几位新角色的剪影 而最近公布的是他们的技能机制 这使玩家有机会提前进行规划 这些新角色不仅数量众多 而且颜值也很高 现在就看各位开拓者 是否能够忍住不去抽取他们了 即将推出的五星角色凌莎 是一位出色的击破奶 她的光追技能提供了相当高的击破数值 大家普遍认为 刘盈是灵莎的理想队友 然而根据目前的技能消息 如果你希望将灵莎加入刘盈的击破队伍 最好给刘盈抽取一个特定的魂 否则 你可能会面临战绩点不足的问题 近期 很多开拓者 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抽取刘盈的玩家数量明显增加 导致市场上的流水价格也大幅上涨 然而 我们只有等灵莎走出测试符后 才能知道最终形态的技能特点如何 据说即将登场的2.5版本中 新角色飞销的实力不会太差 已经被一些高手看好 成为新的人群控制角色 早先我们提到过 黄泉和飞销是人权大控制角色 而目前在论坛上公开的飞销形象 给人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如果你对他感兴趣 可以自行搜索相关资讯了解更多 然而 也有一些玩家在看过技能后表示 这是V1版本的图一乐 可能在正式发布之前 还会进行修改和调整 据预测 即将到来的2.5版本的卡池 将会引起玩家的共鸣 作为售后角色 如果他们的实力得到提升 那就更好了 按照复刻的顺序来看 本次卡池将会复刻花火 这真是令人欢喜不已 风体2.3版本下半卡池已开启 玩家期待已久的大姐姐翡翠 终于上线了 各位开拓者的战绩如何 既然下半卡池已开启 那么就意味着 会有更多2.4版本的内容放出 都有哪些新增内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2.5版本卡池 或将发生变化 之前的推测为飞销上半 下半零杀 根据新的内容来看 飞销或将延期 这样的话 很有可能是上半凌莎 下半新角色 复刻位置为真理医生 黑天鹅 当然 下半直接双复刻 也不是不可能 这样的话 还能缓解一下玩家的心穷压力 随着测试服的更新 凌莎又有新增消息 她的样子可参考隔壁崩山角色 这就提到 有关灵莎的天赋 有点像加拉赫加罗刹加杖杖类似的机制 拥有召唤物 设计形象为兔子 可以提高弱点击破率 战技会创造行动条 召唤物持续不止一回合 且可以重复使用多次召唤物 灵莎逛追方面信息 装备者施放攻击后 获得可叠加的争议 提升我方全体的速度和击破特攻 当装备者的击破特攻 大于某移速值时 整个队伍的击破特攻将进一步提告 总结来说 灵莎就是大家拉赫 不过舅舅特别提醒 如果想要把灵莎放进流营的队伍 那么流营最好为一名新魂 要不然很容易出现战绩点不足的情况 击破五金队最后一名队员就要上线 流营的队友马上就会集齐 期待灵骚亮相 最后再说一下星期日的新增内容 它的转变并不是像SP音乐剧那样 直接换了一个建模 而是类似SP三月期的转变 它的战绩和终结绩很可能不造成伤害 但它的普攻会造成伤害 目前还不是100%确定 各位开拓者先了解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独播剧场——YK